一战中中国航空人临危寿命 仅用16天就研制出全自动口罩机 目前第一批设备已经交付投产 预计3月底口罩日产能达到300万只 航空制造技术到底是怎么样运用到口罩生产中的 日前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实地探访 我手中这就是咱们的全自动口罩机生产出来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这口罩的原材料是由三层布组成的 外面是乳仿布是异军作用 中间这层最关键是熔喷布 它主要是隔离病毒用的 这台机器是把这层三个原材料拉着往前走 到这儿进行打肘 然后到这儿这个分配机 它的作用是把切片机切开的口罩分配到两个焊机上去 因为这台机器的速度比后面的机体快一倍 这样分别送到两个耳带焊机之后 两个耳带焊机 以每分钟50片的速度把这耳带焊机完成 这个耳带焊完之后口罩就制作完成了 我看到这整台机器在工作人员 也就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看了就可以了吗 对 现在这台机器是一个人按一次按钮 可以连续工作24小时 效率是每分钟100片 一个人也可以照料多台机器 和传统口罩机相比 全自动口罩机具有用人少 效率高 稳定性强的优势 设备开机后 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 可自动完成生产任务 目前已经有24台全自动口罩机 列入生产计划 4台已完成生产 分别交付各地有急需的口罩厂 比如说湖北武汉 它需要我们就仅先交付这样的企业 现在这24台口罩机 我们预计三月底全部完成 它会形成每天300万只口罩的产能 那么短时间内提供 产量百万级以上的能力 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向 全自动口罩机的成功下线 缓解了眼下传统口罩厂 人力短缺的燃眉之急 而就在设备研发之初 研究人员甚至连口罩机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对于造飞机的他们来说 口罩机的研制是陌生的 研究院迅速动员了下属的7家单位 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 有600多人组成了设计研发团队 24小时不间断工作 他们采用航空制造领域中的 数字化技术 在三天之内就完成了图纸设计 16天后 首台样机研制成功 这次口罩机的研制 我们正式采用了数字化设计制造的技术 比方说歼10飞机 歼20飞机 从发图到飞机首飞 我们只需要18个月的时间 最大的优点就是在投入实体制造之前 我们在数模上可以进行模拟仿真 这样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减少了很多不必要在实体制造过程当中发生的错误 能在疫情期间 能为一位工作者和全国人民提供防护的用品的支持 这是我们航空人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